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坛思建》 又是第52集 我是司机 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萧榮清先生 施老板 你好 你好 施老板 这两个星期 大家继续腾腾阵 不单止市场 大家看到实体经济都很差 尤其现在风眼在美国 最新的失业救济金 新领人数到600多万 失业人口又不停飙升 施先生 这样走下去怎算 之前美股开始反弹时 我都写过篇文 我说美股是否已经见底 我当时认为未见底 那篇文是上星期四 很厉害的 这是个高位 但是我认为疫情反而会见顶 现在意大利、西班牙 基本上都开始新确认人数下跌 我认为美国最终 现在他们走中国的那种方式 要停顿社会上的活动 減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种方法是实实证明 如果执行得好是有效的 即是武汉在1月下旬 23、24日 开始封城 其实到3月底 你基本上的疫情是控制住的 我自己认为美国最坏的情况 在4月下旬到5月 已经见顶 5月就战日街景了 大家会看到发达地区的疫情 在未来两个月一定可以压制 所以疫情的问题会慢慢轻松 当时我说未成功 因为疫情还会爆 实际上也会爆 我记得美国只有几千宗托诊时 我说会过20宗 在3月底 3月底不过4月 1日也过了 最新已经全球超过100万 所以如果疫情好转 市场气氛会略为好转 经济步伐呢 经济是否这么容易复苏 有些人说经济复苏 V型反弹 我看起来比较难 因为一场风暴之后 即使风平浪静 船是否大力爬就能开出去 船都翻了 沉在海底 再努力也没用 我说疫情要两个月的闭关 封城才能取得成效 没有多少企业 可以捱到两个月停摆 有些人不是做生意 有些行业政府不让你做 有些行业不做 也拖累很多 例如我在电视上看到 有个印度人 农民工出城打工 本来一间洗衣店 是帮酒店洗床单 现在酒店还需要洗床单 都没有人进去 公司离开 便要回家 本来封城封住病毒 每个人回家 由省带到落村 所以很多公司经过这一场风暴 是死了 资产不能进去 资产不能进去 等不到明天 我见社会上很多民粹主义 救人 不要救企业 你不救企业 你迟些就知道味道 现在的企业家 你猜企业家那么容易成长出来 这些企业家输一局之后 以后不敢玩 你叫他复苏 所以我怕经济 有段时间都不能进去 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那个萧条 不止衰退 我们上次也有说 去到30年代 大萧条的情况 失业率上升 公司倒闭 公司倒闭 令到债券 都会 Default 还不到钱 银行有坏账 当然 现在银行坏账是少 银行借出去的钱 很多都收不回 生意都做不到 怎么还 有些大公司最近说租都不交 我只是叫业主选租 如果看到这么大公司 国际性公司都说不交租 我下个月都不交 我交钱 留在我的袋里 整个社会的运作 就麻烦了 公司不做生意 没有钱收 没有钱收 资金就 周转不灵 很难做下去 银行借出的钱收不回 怎么还给存户 所以汇丰也不派息 你想想到汇丰会不派息 随政时 卖出的卖 突然突出益 不派息是好的 你不能宣布派息 现在没有受报 股东没有损失 因为钱是在汇丰 你拥有汇丰的股票 但是股票买卖了 换了人 所以 没有想到汇丰会不派息 如果汇丰也不派息 它不是汇丰 是全英国的银行 都叫它不要派息 美国好像还未开始 欧洲也有 迟些也快 这么大家银行 都可以不派息 其他的债券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怕你 违约 汇丰不派息 是不是违约 你就公布了 还要除了症 所以 变成 普通小市民 资产蒸发之外 一个不幸 还要被人剪羊毛 因为银行没有钱 当然现在是联储局 会派给他 为什么 最后的被封印 就是银行和政府 政府支持银行 让你先顶住 银行设定后 就不还钱 有钱的人 也要偶些出来 但施生 现在形势有点差 不过 各政府都是有救经济 你覺得效果如何? 一定要救 我自己也贊成要救個人 不僅是不救 我贊成由政府按照各企業的僱員人數 給一筆錢 給所有企業全部按照員工出最低工資 你當律師 10萬元一個月 拿回8000元 大家一齊開飯 你以為是給你發達嗎? 保障一個就業情況 總管理和總管理都拿8000元最低工資 政府派遲 通過企業派 不是派給個人 而是企業出糧給他們 這段時間大家留在這裡 拿最低工資 到齊齊過難關 即是賺開多的 賺少一點 大家就保住份工 大家保住份工 捱到復甦那天 捱到復甦那天 大家一齊開工 所有租金 不交錢 我也收租 我有物業收租 這些情況下 大家可以陪師生討論 師生的租客 當然要整個社會這樣做 那些租可以不交字 有拖無憲 將來發達還給你 現在要繼續運行公司 否則兩個月後 收拾了租約是假的 全部失失久空 你更差 反正都沒得收 工資全部出最低工資 租金全部不交 遲些追回 留一些錢 兩個月後復甦 繼續營運 這樣就能捱過 就是所有的賬 暫時劃在一邊 因為你追的話 你追我我追你 根本是以前大陸生國債 你欠我我欠他 他還給我還給你 他說你還給我還給你 每個人都不用 全部不動 做現家的事 經濟 叫你捱到兩個月後 保住命 可以營運 這樣是最少損失的 我看到施生 你好像還有提過一招 覺得我們還可以做 應該是支持資產價格 如果政府要做的話 其實除了 我剛才說維持企業 不要倒閉 不用交租 幫他出糧 大家自受出少些糧 業主要收少些租 欠的那些債 大家都有拖募獻 這兩個月拖募獻 還有一招 如果資產價格大幅貶值 政府要出來撐 美國買債 我相信美國不只買一隻資產 除了買債券 要買股票 股票還未下手 基本上其他都已經在動 股票現在不跌 遲些跌 你就要出來撐 不過副總統也說過 應該是做這件事 香港以前刑副基金 都是賣股票賣回來的 要救市 如果地產好地地 暫時不跌 你當然不用救了 萬一地產跌 你不夠 財富蒸發後應 又變成通縮 所以資產價值 讓他維持得住 公司不迫他倒閉 兩個月後 疫情過去 大家就可以開工 經濟就可以復蘇 不做就不電 現在政府的態度不明朗 我認為有拖無欠 全部都允許 最後觀眾朋友最想聽 阿施先生 在股票上高的部署 應該怎樣做 我覺得現在要全面 把你手上的股票看一次 我認為現在說 現金為王 都已經過去了 如果是 無限量寬 全日銀行 有機會各洋無全部不結帳 不派息都可以 不讓你拿錢都可以 為了拿錢 以前 蔡普羅斯對俄羅斯就算了 七折收不收 那很慘 我現在只是收拾 三折 你放下去奉獻給整個社會 你不如拿著 會有機會存在 生存到的公司 請請這間公司有沒有機會生存 不是知道多慘 這個浪可以喊不喊不喊 可以生存為主 如果能生存到的 你拿著資產就算了 不要轉來轉去 大部分人 在這些大波浪 中 是 走不掉的 轉一次就錯一次 拿著那些 是好的公司 你覺得它會長期存在 它都是資產 有價值的資產 有用 即是黃金 地產 營運得好的公司 的股票 都是值得持有的 不應該 炒太多 不應該借錢 當然 借到 但波動時 你可能被迫倉 所以這段時間 即使散戶也要去槓桿 是嗎 現在應該盡量不要靠 不用槓桿 衰到尾 你還有責任 資產價值 縮小了 你是有資產的人 但如果你做了很多槓桿 你可能輸了 輸得多就變成負資產 所以我自己覺得 股票只有一種資產 好的公司 有盈利的公司 這個時候 拿著它就算了 如果不好 沒辦法 只要多少資產 賣掉它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士山 各位觀眾 記住士山所說 現在要保留實力 去找一些好的公司 我們今天集時間差不多 各位觀眾 想支持我們 《股壇師記》的節目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站 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